首相昨天宣布解散国会的时候 也要求大多数州属同步解散州议会 宾州首长曹官有透露 宾州行动党昨晚的紧急会议已经有了决定 会交由今晚的党中委会会议商讨和拍板定案 曹官有指出宾州政府有自主权决定 是否跟随中央同步解散州议会 他并没有透露 昨晚的州委和国州议员紧急会议得出的结论 指示表示交由党中委会评估和发出指示 相信几天之后就会对外宣布最终决定 曹官有狠批国阵和首相无视各界强烈的反对声浪 罔顾人民的心声 坚持要在雨季和水灾高风险期 举行第15届全国大选 虽然这是政府的权利 但是人民也有权在大选中做出判决 除了所有的权利